二上呢,让八福尽自杀,并且呀,要挫骨扬灰 走进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上一番啊,咱们结束了八个印刺的故事 您要是有什么想听的细节呀,您留言给我 我呢,查找资料,是尽量满足您的所有要求 我在这小片里啊,就跟大伙说 如果您要是想听这八个福尽的故事啊 就可以给我留言,谁想诸功啊,还真是看得起我 互动挺积极,很多朋友跟我说啊,还是想听 那咱们就讲,今儿啊,咱们就讲讲这位满洲奇女子 八个印刺,廉亲王的嫡夫进,郭罗罗氏 说起这郭罗罗氏的出身呢,那还是挺高的 他可以算得上啊,是宗室贵宙 要说这拼爹啊,那没人能拼过皇子的 因为这皇子的爸爸,他是皇上啊 八个印刺的爹,那就是老皇上康熙 可是要是拼母亲呢,这印刺明显就逊他一筹了 印刺的妈妈,梁妃卫氏啊,是内务府新者库出身 在宫里啊,地位最低的时候 曾经做过宫女儿 八福尽的亲恶娘,出身可就显得高人一等了 因为她的妈妈是黄蜂的郡主 这位八福尽的老爷,就是爱新觉罗,月乐 清出顺治康熙两朝的王室重臣安亲王 这位老安亲王他们家的妻闺女啊 那是皇上清风的郡主 下嫁给了郭罗罗名上 哎,就生了这位八福尽 这要是算起来啊,八个跟八福尽 那正好是平辈 并且啊,这八个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四代 玄孙 这八福尽呢,也不是外人,是努尔哈赤至亲的玄外孙女儿 听着这俩人呢,是挺近乎的 可您算计吧,已然出了五福了啊 不算是近亲结婚 和其他的皇子的政治婚姻不同啊 这八个的婚姻呢,从年龄上就显得非常和谐 福尽呢,比二个小三岁 您瞧这年劲,他多般配啊 那么说他年劲上的何时 这两个人长得般配不般配啊 您瞧这后来文武群臣在背后 称呼这八个都称为八福 咱们看这八个的画像呢 也确实是一脸的佛像 和这努尔哈赤他们家自皇太极以后 大部分都是尖嘴猴腮的圣像啊 还是有区别的 很可惜啊,这八福尽的戎装像和长福像 我们都没有留下来 所以呢,这八福尽的模样 没有画像佐证 可是我知道,这八福尽的模样 是若定差不了 咱们别说是差不了啊 那应该是背尊 哇,这正交是拿出来啊 那是相当的有说服力 这位八福尽的四大了败子 就是那个天性刻薄 又自称自己是最不好色之帝王的雍正皇帝 是用这么两个字 来评价自己这位八兄的媳妇的 哪两个字啊 狐媚 哎,您听出来没有 就这么两个字 我怎么从皇上嘴里 听出这羡慕嫉妒恨的意思来了 开玩笑啊 咱们接着聊八福尽 八福尽的性格呀 让我总结起来有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刚毅 第二点呢就是任性 那么一位皇家贵州的女子 怎么在性格上就能称为之刚毅呢 说到这个性格特点呢 就得聊到这八福尽的童年 这八福尽的童年并不快乐 刚一出生不久 那位郡主妈妈就离世了 到三岁的头上 自己的爸爸因为耍钱 被朝廷处置了 回到家来 又挨了自个儿家长的一通窝心骂 结果呀一想不开 自杀了 也就是说 才三岁这八福尽就成了孤儿 还好啊 这安亲王老姑们俩 是最疼自己这位妻闺女 长上明珠一般 在家的时候啊 就攥在手里啊 怕摔了 痕在嘴里怕化了 这郡主和俄父一死啊 就总惦着自己这位小外孙女 于是干脆就跟郭罗罗氏家里 打了个招呼 把自己的外孙女 接到王府抚养 安亲王家里啊 有不少的孙男弟女 可是这些个孩子呀 都各在各在房头 有自己的恶娘和老妈子抚养 可是小外孙女一来呀 这安亲王看见了外孙女 就想起了自己的亲闺女 一下子就不撒手了 把这八福尽就留在了自己身边抚养 这老两口子还不算呢 下边还有几个未成年的舅舅啊 才十了岁 对自己这个小外甥女啊 那更是疼爱 那有人就说了 在这种情况下 八福尽有一个任性的性格 我们相信 那怎么就刚毅了呢 这个女儿啊 既养在外婆家里 往往啊 自怜自爱 就会产生这种 自我保护的性格 说话刻薄不饶人 虽然不太一样 但是您想想 《红楼梦》里边那位林姑娘 林黛玉 是不是这样 提到《红楼梦》了 我插一句啊 有人说这八福尽呢 就是《红楼梦》里 王熙凤的原型 关于这一点呀 我是这么看的 咱们呀 史书可以读 这《红楼梦》呢 亦可以读 可是这两碗豆啊 实在没必要是往一块掺和 我总觉和着 这《红学家》里的考剧派 有点像 拿着一本 弗尔摩斯探安全集 去伦敦 找贝克街221号的意思 这多少的 让人感觉有点啊 嘿 呵呵了 您说我怎么总跑蹄啊 拽回来接着聊啊 皇上家娶儿媳妇的流程 和大一巴老百姓差不多 尤其是这满洲人的妈妈链啊 比汉族是一点都不少 也得是啊 先放小地儿 吃订婚酒 商量好了好日子之后啊 放大订 到了那天啊 吹吹打打 把新娘接走 新郎那边啊 还得准备大规模的喜宴 这喜宴的规模和规制 通常是有多少钱 出多的力 不行啊 还得借去 这喜宴啊 皇子若是分府以后 那您就府里办去 如果没分府呢 就在宫里办 当然 无论是订婚宴 还是这结婚宴啊 通常皇帝都是不参加 但是 一般都会派这个众臣 去观礼和颁照 这八个的订婚宴 和其他的皇子 不得一样 给老八说媳妇那会儿啊 正是老八得宠的时候 您别忘了 这八个可是最年轻 得到贝勒 爵位的皇子 并且 这老皇上知道 安亲王一家呀 是满清皇家贵宙 和汉人走得最近的王爷 安亲王和自己的儿子们 笼络了不少汉族的文人 他让自己最得宠的八个印寺 和安亲王家联姻 那必然是考虑到 让安亲王笼络了这批汉族文人 为清廷所用 只可惜 这老安亲王月乐 并没等到自个儿的外孙女 这颗掌上明珠出嫁 早糟的 这老头啊 就归西了 到了八福晋出嫁的时候啊 已经被安亲王的十五子 也就是郭罗罗氏的舅舅 多罗安郡王马尔魂 降级世袭了王爵 您听听 安王爷儿子这些爵位呀 您就知道 这八爷印寺 老丈人家的势力有多大了 他们家除了这位郡王之外呀 还有一位郡王呢 就是这安亲王的十七子 多罗西郡王 京西 十八子 故山贝子 运端 十九子 故山贝子 乌尔詹 并且呀 他们家是整兰齐满洲的 旗主王爷 八个订婚的时候 还没分府 住在紫禁城 为了让这桩婚事 办的更体面 更热闹 大家玩的尽兴 更随和一点啊 康熙老皇帝特意下旨 这订婚和结婚的婚宴 都到安王府办去 这样来道贺的亲朋好友 和这个文武公卿啊 可以玩的更尽兴一点 皇上虽然没到场 还是派出了内大臣明珠 和内务府总管海拉逊 多毕等人 为自己的代表 去这安王府 观礼道贺 在中国第一历史当案馆 我们还能找到 当时明珠等众臣 给老皇帝的回报 我等于本月二十日 赴八个福晋之初定婚宴 将福晋之首饰 金 银 绸缎等 逐一列百 祭数交付 当时啊安亲王月乐 已然轰逝了 这订婚宴啊 只能由这安王爷的福晋 纳拉市主持 安王福晋看到皇上送来的贺礼后啊 连忙跪谢 称 我孙女自幼 由安王抚养 为了由圣主 只为二个福晋 本已惊喜万分 主子又送来贵重物品 且如此丰厚 真乃喜之不尽 不知何言奏谢矣 皇上为自个儿子的婚礼 不但送来了物质上的贺礼 还有精神层面上的 趟这明珠他们啊 带去了南府戏班 给这件大喜事啊 又添了几分热闹 不光这姥姥丈母娘啊 给皇上锦子道谢 这舅舅们对皇恩也是感激涕领 亲王马尔魂京兮 贝子 运端吴尔瞻 也都请清台大臣 转奏自己对圣恩的感激之情 我等 理应立于二个右侧持杯 反让我等入座 此一刻时 主子皇恩断难成岭 喜之不尽 这次定欢宴在什么时候举行啊 史料不及贝载 因为这明珠啊 写的这篇奏折上 并没有日期 但是可以肯定 这篇奏折写于 康熙三十七年三月以前 因为这奏折上 称呼印四为八个 康熙三十七年三月以后 印四被禁封为贝勒爵位 再称呼他呀 就得称呼为八贝勒了 在这儿啊 就体现出史料的力量来了 我个人很感觉 八个订婚非常早 据史料记载 康熙三十年润七月 多毕任内务府总管 转过年来 也就是康熙三十一年的时候 就离任了 也就是说 多毕以内务府 清差大臣的身份 参加八个的订婚宴 不是康熙三十年 就是康熙三十一年 即便是康熙三十一年吧 这八个也只有十一岁 这关于八个的婚礼呢 同样没有详细的日期记载 但是在清差 回奏皇帝的奏折中 已然称呼 印刺为八贝勒了 经历了八个订婚和结婚 两次喜宴的内务府总管 海拉逊 死于康熙三十七年的十一月 也就是说 八个的婚礼 肯定是在康熙三十七年三月 到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之间举行的 小两口子 结婚以后啊 还没有分府 所以就在紫禁城当中住了好几年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 康熙皇帝对这位出身显赫 模样俊俏的儿媳妇 产生了变化 这老皇上就发现呀 这八儿子呀 他没有皇家的威严 怎么呢 他怕媳妇 要说这怕媳妇 他是好事 您比如说小编我吧 咱不说我了 咱们接着说八个 所以在康熙四十七年 康熙皇帝 伊妃太子的事件当中 八个印四也同样受到了政治打击 这个时候 康熙皇帝不但批评降罪了自己的儿子 还明确的指出 印四素受制于妻 其妻系安郡王月乐之女所出 安郡王因涛媚辅政大臣 随得封亲王 其妻系索额图之媚 士祖皇帝时记名之女子 其子马尔魂 景熙 吴尔瞻等聚系 印四妻之母舅 并不教训印四之妻 任其嫉妒成恶 是以印四金上位上子 您听了吗 康熙皇帝这种态度 是和老八订婚宴 结婚宴时的态度 完全不一样的 当然 这和老八的失宠有关 不过在旨意当中啊 你也能看出来 安秦王月乐一家呀 也失宠了 这月乐死了很多年以后啊 有人跟皇帝汇报说月乐呀 谄媚扶正大臣 当年呀 是敖拜一党 这老皇上啊 也是个倒小战记仇的人 一下子就把这死了的安秦王 降绝降到了安郡王 并且还明确的指出 这安秦王的福晋呢 是索徒的妹妹 有他哥在那摆着呢 这妹妹也好不着 这一般的王公大臣啊 都是八福晋的舅舅 你们也不说 好好管管你们这外甥女儿 这一天到晚的嫉妒成性 导致我们家老八呀 到今儿也没个儿子 那事实情况是这样吗 不是 说这话呀 那惹定是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份以后 因为在这之前呀 老八还得宠呢 康熙皇帝是绝不会说这片话 那么这道旨意哪儿不对呢 哪儿都不对 这印寺的一生啊 子寺确实不忘 一生呢 只有一儿一女 这一儿一女 都不是八福晋所生 都是老八侧福晋生的 老八的独子洪旺 出生在康熙四十七年正月 生母是八爷的妾张氏 印寺的独生女儿 是八爷的另一位妾毛氏所生 出生在康熙四十七年的五月 也就是说印寺虽然子寺凋零 不过在康熙皇帝这道旨意以前 已然有一儿一女了 要是这么看啊 这郭罗罗氏不但不是嫉妒行恶之人 反而啊 看自己丈夫子寺凋零 自己呢 又不能生个一儿半女 所以呢 就紧着给八个张罗着那气 好子寺繁衍 反道是皇上下了这道旨意以后啊 这八个道士没生过一个孩子了 八福晋厉害呀 那可是远近闻名的 雍正四年的时候 朝廷审礼九阿哥印堂的管家 叫秦道然 这位管家呀就共称道 文德人说 八福中是都是福晋作主 允四颇为所致 平常人家妇人为主 尚且使不得 何况王府之中如何使得 从九爷门人嘴里说出的话呀 那应该是贴谱的 因为这八爷九爷呀 平时关系最好 两人的府邸呢 又是挨着 所以看来呀 这郭罗罗士 在允四的府中啊 是稳稳当当的当家人 不但如此 在政治上 八福晋对八个也有帮助 他还帮着八个 拉拢汉族文人的心 何卓是江南名士 八个的新府幕僚 八福晋 为了笼络住他的心 把他的小女儿 常年寄养在自己府中 并且视如己出 对此啊 何卓是非常的感激 一次八个和何卓 在客厅里聊天 八福晋在门口看见了 忍不住啊 就大笑了起来 笑声之爽朗啊 有如农妇一般 从这一点呀 就可以看出 这八福晋 没有王府福晋 大家闺秀的 娇气与傲慢 反之他的性格是爽朗与洒脱的 这转眼啊 就到了康熙六十一年的十一月份 康熙皇帝 驾崩唱春元 新王登基 雍正为了拉拢自己这位昔日的竞争对手 封八爷为总理王大臣 这八爷呀 倒是出奇的冷静 和身边的人说 皇上今日加恩 燕之为福 明日诸法之意 其目下施恩 皆不可信 这八王妃的预料性啊 一点都不比八爷差 带到王妃外家之人 给王妃贺喜的时候 这郭罗罗氏和娘家亲戚就说 有贺喜可贺 恐不能保此熟灵儿 多明白呀 意思就是说呀 贺喜什么呀 离掉脑袋呀 不远漏 果真就在雍正四年的年初 这皇上啊找了个邪茬 把这廉亲王圈禁了 不但如此 这大了掰子 还不忘提一句 这位兄弟媳妇 允四之妻甚属不负 允四一具一妻 今允四之妻暴力不仁 仍然欺辱其夫 其实要我说呀 挺大皇上 你管着管不着啊 于是这皇上就让皇后 把隐四的福尽叫到宫里来 好好的劝导劝导 可是这隐四家的八福尽 到了宫里以后啊 那简直就是龙子宰猪 压根就没听皇后哼哼 回去之后啊 照常是我行我素 您想想这雍正的心眼子啊 真鼻那么大 他能不急吗 立刻下旨 隐四之妻 亦不可流于隐四之家 令照 先是旧力将他隔去附近 修回外家 以外家人等 令给房屋数间居住 严加看守 不可令其往来潜通信息 旨意传到了八爷府 八福尽听完宣读以后 蹭的一下就站起来了 也不谢恩 头也没回 直接回到自个儿房里 收拾衣服 是准备回家 这书上写的就比较简单了 郭罗罗氏接到旨意 毫无畏惧愤然而去 比起这激昂的八福尽 隐四倒显得有些颓废了 从此啊 只有一酒消愁 日在醉香 服了吗 当然不服 这八福尽回到娘家以后啊 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史书不及被载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惹定是没说过什么好听的 因为没过多久 这雍正皇帝就传下一道旨意 令庶人隐四妻自尽 仍散古以伏古 皇上呢 让八福尽自杀 并且呀 要错古扬灰 雍正四年九月十日 隐四死于宗人府圈禁之地 享年四十五岁 这时候的廉亲王啊 已被改名为阿琪纳 他的独生子洪旺 把他的遗体 安葬于热河石洞沟左山之阳 也有人说是寄县 黄花山西路石洞沟左山之阳 您要有兴趣啊 您就这俩地考证考证 有消息 您告诉我一声 我这儿啊 先谢过您了 这位豪横的八福尽呢 既然被错古扬灰 惹定是没和八爷葬在一起 关于批驳人性 不归咱们管 不过八个和八福尽这段爱情啊 倒是茶余饭后 可作谈资啊 我是您的好朋友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留言给我 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记准了啊 自到您长按点赞啊 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 订阅明镜 启点赞并转发 订阅明镜 启点赞并转发 订阅明镜 启点赞并转发 订阅明镜